這部電影是說我和炮哥兩個沙煲兄弟 大家一起捱世界 我本身的個人比較踏實 跟我本身的真人一樣 炮哥的人比較浮誇 亦是跟他真人一樣 大家處事很不同 他是比較急功近利 這不是真的 本來財神就覺得我這麼踏實的人 這麼老實的人應該發達 誰知他搞錯了偷懶 搞到輕挑浮躁的炮哥發達 於是他要下凡來補鑊 希望令我的生活更好 當中當然會搞出很多誤會 到最後大結局的時候 財神降勢都會化解很多誤會 將大家的人與人之間距離拉近 這部電影也是宣揚一些正面的訊息 希望大家互助互愛 去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